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MI 也称为身体质量指数 计算的方法是将体重 记得单位是公斤 随以身高单位是米 再随以身高单位为米 请注意 体重和高度的单位一定要正确 串和磅是需要做换算的 例如 如果你的身高是1.7米 而体重是70公斤 你的BMI 的计算方法就是将70公斤 随以1.7 再随以1.7 即是得出的结果是24.2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颁布 亚洲成年人的参考指数 18.5以下定义为过轻 18.5至22.9定义为标准 而23至24.9便会定义为超重 而25以上便会定义为肥半 请留意一下 这个体重指标的指数 并不适用于18岁以下的儿童和怀孕期间的妇女 但这个指数是不能考虑一个身体构造的 未必适用于健美、运动员、肌肉力量非常少的肥半 过矮、过高的人士都不适用的 第二个参考指数就是腰围 量度腰围的时候尽可能要除去腰部覆盖的衣物 或者透过薄的衣服轻松地站立 双手自然地下水 首先你要找到左右两侧的肠骨上缘 和肋骨下缘之间的中间点 以一个尺去扰过 注意尺和地面必须要是水平线的 而且还要紧贴 但不要挤压皮肤 指数上 如果男性的腰围多于90公分 或者女性腰围多于或等于80公分的时候 就代表有一个中央肥半的情况出现 腰围间接反映了腹部脂肪的累积程度 可以准确预测到或者挪患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的风险 近年除了体重和异围之外 体脂肪率在体重管理上获得很多讨论 体脂肪率普遍以体脂器来测量 原理是透过一个静电穿过人体 再测量人体之间的电阻 再换算出体脂肪比率 根据美国运动委员会ACE 30岁至50岁的成年人体脂比率的参考 女性要维持基本的体脂比率 比起男生为之高 要维持基本的需要 女性就要有10-13%的体脂肪 而男性只需要2-5% 而健康的女性就要维持大概21-24%的体脂 而男性就只需要维持14-17% 运动员比起健康人士可以传更少的体脂 女性大概14-20% 而男性大概6-13% 如果女性的体脂肪率多过32% 或者男性多过25% 这样便是肥半 这样就需要特别留意 其实判断肥半 不只是看体重 还要看体脂肪 体重正常的人 未必等于体脂肪正常 例如 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瘦削 但体脂肪率可能有30%以上 虽然外表不肥 但是依然我们都会说她是肥半 反之 很多的运动员 特别是一些健身或者力量项目的运动员 由于她的肌肉发达 骨架粗大 肌肉的组织 比起体重的比例 就会更加比起一个同类型的身型的人为之高 所以其实体重可以超重很多 不过我们就不会说她是肥半 肌肉组织 其实含水量可以去到75%至80% 其实质量来说是较为重 而脂肪组织 其实水分含量大概是15-30% 其实质量较为轻 同类型的肌肉组织 其实比起脂肪组织为之重很多 其实人体的体脂是分开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两种 内脏脂肪的用处主要是用来支撑、固定和保护内脏 而皮下脂肪主要是用来保护外界的冲击或寒冷 而内脏脂肪由于和动物的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有关 所以希望能够减到大概10以下 而肝脏可能将内脏脂肪会化为胆固醇 增加血脂肪的浓度 所以内脂肪有机会会引发身体很多的发炎反应 而血管亦因为沉淀斑化而变得狹窄 导致高血压的风险增加 内脂肪亦会令到血糖的控制变差容易造成 而倒数阻抗提高了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很多人就问了 体脂肪是否越低越好呢? 其实体脂可以帮我们维持体温、保护器官 缓冲外界的冲击 亦是荷尔蒙皮肤等等的构成成分 脂肪是人体用来储存能量的组织 还会分泌很多和人类功能相关的物质 例如瘦素、控制发炎的戒白素等等 所以如果体脂肪率过高或过低 就有可能造成身体各种代謝机能问题 所以体脂肪率应该要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有好的体态又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体脂肪率过低可能低于20% 可能会造成停经 皮肤干燥、失去弹性 令到伤口难以预合、免疫力降低 更加容易病 疫情下,港人超重和肥胖的比率有增加 香港肥胖学会在2022年访问了500名市民 发现在第五波的疫情下 36%的受访者的体重比2019年增加了一成 学会更加表示 随着疫情从高位回落 有四成的受访者因为很久没有做运动 而提不起劲去做运动 也有四成的人表示 更加会把握机会外出用餐 所以造成肥胖的情况 中大医学、疑科学系和香港疑科基金 在6月中的时候 用网上的问卷访问了1439名幼稚园和小学生的家长 发现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的比率 比起疫情之前高了1.8倍 其中9至13岁的高小学生的相关比率 由7%可以飙升至24% 主要原因包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缺少运动和缺少睡眠的习惯 近六成的学童吃多了零食而影响正餐 而近八成的小朋友甚至减少了户外活动 而四成的儿童增加了睡眠时间 而根据以上的新闻可见 其实疫情可以导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亦是引致超重和肥胖比率增加的主因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在2016年4月 攀布有关于体重指标的统计 过轻被定义为少于18.5 而适中是体重指标18.5至少于23 而超重是23至少于25 而肥胖是25或以上 而为香港的华裔成年人所定的体重分类当中 男性超重以及肥胖的比率差不多接近一半 而过瘦都接5.7% 而女性的超重和肥胖比率接近三成 而值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过瘦的比率女性超过一成 到底在中小学生上的比率是怎样呢? 按照卫生署学生健康中心对中小学生进行的人体测量 在2011年学年和2019年20年学年 按性别去划分的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的检测可见 而在2011年学年和2019年至20年学年按性别划分的中小学生过瘦的检测可见 多于1%的小学生被定义为过瘦 而中学生大概4%被定义为过瘦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根据医学上的统计 肥胖的确会增加了患上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而病发症的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脏病、高胆固醇、糖尿病、血管症例如中风、胆囊症、骨关节炎、睡眠窒息症和部分癌症 胃食到逆流、胆囊疾病、不孕症等等等等很多的情况 而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更会导致成年时期的肥胖 亦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了成年后 幻想肥胖相关慢性病的死亡率 因此肥胖的防止应该由小朋友开始着手 过肥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因素 那过瘦又会怎样呢? 过瘦其实都会引起一些健康问题 其中就包括了骨质疏松症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研究指出 BMI少于19的话 是引致骨质疏松症一个危险因素之一 体重过轻会导致女性的痴激素降低 和停经后的妇女情况就好似了 因此会形成了骨质疏松的问题 增加了骨折的风险 而过瘦的人士也可能因为缺乏了均衡的饮食 或者吸收不良 而引致身体缺乏了所需的营养 其中就包括了维他命D、钙质 其实也会令到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 如果没有足够的铁 就有机会引起了贫血的问题 由于身体缺乏了足够的营养 过瘦的人经常会经历一些皮肤变薄、干燥 或者头发容易脱落的问题 而过瘦的人因为免疫蛋球、蛋白减少 也令到免疫力降低 对于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就会较弱 而手术的併法症的风险也因而增加 而过瘦的女性体肢低过22% 和低的刺激素水平有关 有机会引起一个月经周期不坤衡 引起了一个生育的问题 而2016年的研究更加发现 过瘦的孕妇在任辰37周之前的分娩风险会增加 而早产婴儿也有机会有长期智力和发育的问题 儿童和青少年过瘦也容易导致生长和发育的问题 所以过肥和过瘦都不是一件好事 最后我们会讲一讲什么是体重管理 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将我们的体重水平保持在健康的水平 一个实质行动的实践计划和行为的改变 并且在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科学方法之下 去控制体重的一种生活方式 再提一提大家 在正确的观念之下 体重管理并不代表减肥 肥胖固然和很多的慢性疾病息息相关 但过瘦都会引起免疫力下降 腐科问题或者不容易怀孕等等的情况 骨折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第二集